那么我们继续 那么这两个方法的返回结果 将影响Tex对上的这样的一个最终的波尔取值 那么如果只有一个方法影响最终的波尔结果 这个很好理解 那么现在是两个方法都影响 那么下面我就要来学习一下 这两个方法到底如何来决定最终的波尔返回结果 那么如果这个类下面 没有第一波尔也没有第一波尔方法的话 那么呢 最终它的波尔结果将是True 默认会被认为是True 我们可以看下答应说True 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复存在波尔方法 和复存在乱方法的时候 默认是答应是True 造成了我们这样的误区 我们会天然的认为 Tex的对象只要存在永远是True 这是不对的 在某些情况下面 比如说我们定义的波尔的话 这个对象的最终的波尔结果将并不一定是True 好 那么我们接着来看一下LEN 如果LEN返回的结果是0的话 我们看一下0代表是False的 好 我们会发现它的结果叫False 好 那么如果它返回的是一个数字8 我们再看一下 整个Tex的对象的结果 波尔结果将是True 因为8是非空 好 那么这个都很好理解 0会被转化成False 而这个Failing会被转化为True 但是大家要注意我们返回都是数字 那么我们现在还需要再深入地学习一下 假如LEN函数 它返回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不是数字 比如说我这里返回的不是数字8 而是这样一个支付串法 那么按照我们在这样一个常规的逻辑来看待这个问题的话 那么最终我们答应出来的结果叫True 对不对 因为这个支付串它不是一个空的支付串 它是可以向True转化的 好 那我们来看看实际运行的结果 我们会发现这里如果你返回的是个支付串的话 这里是会报错的 错误的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支付串是不能够被识别或者是转化为一个整形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错误合理吗 肯定是合理的 LEN这个方法代表什么 这个LEN方法代表一个长度 对不对 你长度用一个支付串8来表示 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所以说报错是非常应该的 好 支付串是不行的 那我们看 我不返回整形 我返回浮点形可以吗 1.0可以 行不行 我们应征 好 抱歉 浮点形也不行 会报错 好 那么也许我们这个LEN函数 绝大多数的情况下 都只能返回像一个诊字 但是有一个例外 LEN函数也是返回像一个波尔值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可不可以 好 可以 最终的结果答应的是Q 那么Q可以 FORCE当然也是可以的 大家可以自己验证一下 好 那么有以上的实质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上面的波尔方法不出现的话 那么整个的Test 对象的波尔取值 将LEN的返回结果来决定 好 那么这个是我们学习的第一个知识 然后我再讲第二个知识点 第二个知识点就是 我们在调用波尔对象的时候 它的实质是调用了对象内部的LEN这个方法 除了波尔Test的时候 或是调用这个LEN方法之外 还有一个方法 可以去触发这样一个LEN方法的调用 就是我们判断某一个对象的长度的时候 经常使用的这样一个内置方法 LEN也会去调用对象内部的LEN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把三分内 三分内是不一场 我们print一下 print LEN这个函数 然后我们把对象传定了实力化一下 然后我们看一下结果 看你们 第一个长度函数将打印出的数 因为你是求长度 它肯定要返回个数量 所以说过而去 它是可以用意义来表示的 所以说得到的事情 而第二个 由于我们是要求过而对不对 好 所以说它直接返回的是过而去 好 所以说第二个知识点 我们重点是要理解的是 当我们调用这样一个内置的海数LEN的时候 它的实质是调用它的参数对象内部的LEN 这个方法 好 那么换句话来讲 如果说你一个对象里面是没有内置的私有LEN方法 那么你尝试着强行的求长度的话 是会报错的 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 现在把那个出视掉 好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会发现 Object of Text 还有这样一个LEN 是你是无法去对这个对象去求长度 好 所以说我不仅要知道现象 而是要知道它的本质是什么 所以说以后大家再看到这样 内置全局的函数的时候 比如说LEN的时候 大家就不要觉得有什么神秘的地方 实际来讲的话 还是要调用对象下面的一些东西 好 那么我讲LEN 函数 是希望大家不要把这种全局的内置的函数 想的太过于神秘了 实际上来讲的话 它还是需要去调用对象下面的某一个方法 Python很多时候就是在做这样一个语法谈 你比如说你不用这样一个全局的LEN 可以吗 可以 你直接实力化对象Test 对不对 然后你一定要用这样的一个LEN函数 可以吗 Test的点某一个函数 也可以得到这样一个LEN 当然前提条件的是 你不能是这样一个私有方法 但是这样的一个全局函数 更加方便我们去调理 好 那么这个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然后我们还是再回顾我们的这样的LEN 和过尔的方法 我们把这个给平序掉 我们继续 好 那么我们刚刚可以看 我们的内置的LEN方法 将对我们的对象的 它的过尔取值是有一个影响的 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私有的过尔方法出现的话 那么到底整个的对象参与过尔 运算的时候的最终取值 唯一由这个LEN来决定 好 但是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一旦我们加入了这个布尔方法 LEN的结果将不再影响整个对象的一个布尔取值 而是由这样一个布尔方法 最正宗的方法来控制整个对象的取值 好 我们现在可以看布尔方法是false 我们LEN方法是 true 这两个被盗而持的 那么我们现在再看一下预行结果 false 不是受这样一个LEN方法的影响 而是取决于布尔这个方法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布尔这个方法 它的一个可反复的类型 比如说原来是false 现在用LEN来代替可以吗 可不可以 我们看一下 好 你会发现布尔 布尔是有的鲁天布尔 但是我们去返回一个整形 这样子就会报错 所以说我们从这里面可以看到 我们经常把这样的 零空之无畅空内表和布尔等同起来 但是我要说的是 类型就是类型 它限定了你只能返回这样一个布尔的型 那么你就只能返回一个布尔类型 我们说可以等同于或者是说可以相互换色 并不等于这些类型都是相同的 从这个示例里面 我们是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按道理来讲的话 零的确实是可以转化我的false 但是抱歉 最近是不可以的 因为它强制要求您要返回一个布尔类型 好 最后我们再看一下 为什么现在这个LEN方法 它不再会影响我们最终的取决了 因为它不会有了布尔方法 之后是不会去掉布这个LEN方法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LEN方法里面打定 然后后来我们迟身再看一下 这里我也加一个布尔靠 好 我们看 LEN靠 好 这里打错了 可以 好 我们会发现什么 这里打印出了布尔靠 它只运行这个布尔方法 没有去再拆掉LEN方法 但是我们没有了这个布尔方法 我们再看一下 看什么 LEN方法将会被调用 好 那么最后跟大家说一下 大家看这里加了一个函数 那么在Python这个版本里面 决定这个对象最终的取决的方法 是这样的 但是在Python3里面的话 如果你去LEN方法来控制 这个对象的布尔值的话 是不行的 因为在Python3里面 这个LEN方法 被我们这个布尔方法给替代了 好 那么大家可以从这个实例里面 可以看到Python3比Python2要优秀的地方 我觉得那一个语言 它定义或者是原则逻辑的 一定要可理解 如果说你在Python2里面 NANZERO做这样的取控方法的话 那么我觉得并不如布尔方法这么直接 好 那么如果说布尔方法不成 靠你对象的长度来做布尔判断的话 你也是说得过去的 所以说Python3里面 这两个函数的第一 能跟大家合理一下 好 那么其实我们的Python 我一开始的时候说 它挺简单的 那么如果我们只是拿大的写代码的话 不去了解这样一些内部的细节来说的话 Python确实是挺简单的 但是这个世界上面 没有一个什么绝对简单的事物 其实在Python3里面 还有很多的这样一些细节 如果你真的深入的去了解的话 你会发现它并不简单 好 那么我们本节课就到这里 结束了 我们后面再见